清诚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演戏吗 世界上大多数人 一生只能过一种生活 可是演戏 我们可以经历许多不同的人生 体会他们所有的情感 但那不是我们真正的生活 不管有多么强烈的情感 到最后 我们还是会回归自己 回到我们原来的生活 是啊 一旦离开这部剧 这份因为喜欢的感情 再努力 我也不能去追求它 挽留它 可是如果我回不去 该怎么办 没有什么是回不去的 如果知道会变成今天这样的局面 可能一开始 我总不会结这部戏 我回来了 大家辛苦了 别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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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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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导真要找我当主角 你导师啥还没清醒 这么大的事我哪敢胡说 我这不是不敢相信吗 也是 何正可是国际大道 多少人挤破了头 想进他的片子里读金呢 但是吧 这次电影的题材比较敏感 有多敏感 尺度很大吗 能上映吗 何正的戏 尺度大你就不拍了 不是 我得看个度啊 你自己去跟他聊吧 何导想见你一遍 行 快等 明哥 明哥怎么会在这里 难道 是小巷吗 定了吗 哦 何导 坐 小巷 不看过你拍的电视剧 很不错 谢谢何导 不过 我只演过偶像剧 何导为什么会想到找我 因为这部电影 想拍我朋友自己的故事 我就是觉得 你有点像他 像 另一个主角是杨优明 刚才你也见到了 我个人认为 和他合作 也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那当然 那可是杨优明啊 三十一岁 和何导合作第一部电影 杨优明 就拿下两个影响 哪个演员 不想成为下一个他 如果你要想清楚 这部电影可能不会在国内上演 内容风险很大 我会亲自把关尺度 想对的 也需要你全力配合 而且你又是偶像 舆论对你一定不会嘴软 这些 你都做好准备了吗 何导 你说的这些我都想好了 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 这部电影 我接了 今天要拍的第一场戏 是方剑远和于海洋的一场亲热戏 第一次尝试这样的戏 果然好紧张 这是方剑远的第一次 他心里很抗拒于海洋 但是身体又不自觉沦陷进去 已经入戏了吧 就说这么多 咱们先走一遍戏 这就假了 没说怎么也 紧张吗 我 何正就是想要你现在的紧张 没关系 第四幕第一次 A机 Action 妈 我回来了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等我这一期 都做好 你听我说 一点都不会 等你离爱 让你明昙 等一下 别这样 喝倒为什么还不喊甜 小月 下次不要再偏会吧 别跑 这句话 剧本里并没有 好 明昙 明昙 刚才 谢谢了 没事 辛苦了 杨哥 喝点水吧 谢谢 也好吧 我 不瞎眼了 你就是 你就是 你就是